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几十名特警拉起白米警戒线 路边停靠着可疑的面包车 数名警察在车旁周旋 警戒线外上千名群众没关 这是一起绑架案的宪查 绑架案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质 第二个特点也是人质 第三个也是人质 人质是第一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人质的声音是最重要的了 在这辆面包车里 一名持招嫌疑人劫持了一名高中女生 正在跟警方对峙 我们通过窗户可以看到 它那么大 微鼻子在这个鱼孩的脖子上面 就这样夹着 而且可以看到 好像也比较很紧 这辆警方一直在与车内的嫌疑人谈判 但是嫌疑人的情绪时好时坏 丝毫没有缴械的征兆 三个小时过去了 现场所有人都在担心的女孩的安眉 突然间车门打开 嫌疑人带着女孩下车了 我们讲让这个嫌疑人 感觉到这个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 就没想到他自己会拉开车门下车 我就提着枪 他如果伤害人质 要对这个女的用刀 我就肯定会走过去 在实弹的情况下面 就会开枪 女孩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在场的上千名群众的心 而此刻女孩的家人也是备受煎熬 据警方介绍 被绑架的这名高中生名叫小倩 今年只有17岁 是个多才多艺的好学生 小倩已经被嫌疑人控制有十几个小时了 现在谁也无法预料事情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那这些绑架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绑架她的人又是谁呢 现在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6个小时之前 最佳一线 直级现场 上学途中 高中女生遭遇辩护 这个小女孩就在这个 她女生已经消失了 复杂的家庭背景 让案件充满了疑问 各种个人担心各种个人的财色 被撕票被伤害 她的心里备受煎熬 这感觉是坐在那里 一直是一身在头 警方如何搜寻幕后的黑手 刀锋营救 一线正在播出 周末的清晨来得比往常晚一些 上午九点 长沙的大街小巷 似乎也才刚刚苏醒 小倩的家在长沙市的芙蓉区 九点钟 她的姑姑刚刚起床 开始收拾家务 当手机响 我一看 我说怎么 这个时候 我自己打电话给我了 因为她现在应该是在上课 你是小倩的姑姑吧 她现在在我手上 这个陌生的声音 让小倩的姑姑为之一惊 此时的小倩 应该已经到学校上课了 她的电话怎么会在这个陌生男人的手中呢 她说 你放心 她很乖 她说 她在我这里很听话 不要担心 她人很好 她就说 我说 你什么意思 她说 我就是现在手头紧 我想找人家里面接点钱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让小倩的姑姑 有些手足无措 一个人都说了 我家里的情况 随便都不好 她说 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她说 那就 你自己看着办 她就说 我就说 那你要多少钱呢 说 五十万 五十万 对于小倩的姑姑来说 可不是小数目 她本能地跟对方说 自己并没有这么多钱 直到挂掉电话 小倩的姑姑 也没有还过神来 她不敢相信 平日里 在电视里 看到的绑架案 竟然会发生在 自己家人身上 她立刻给学校打了电话 得知小倩 并没有按时到校上课 她才意识到 电话里的陌生人 说的很可能是真的 她立刻到派出所报了警 是我自己的话 肯定这个事情 肯定是解决不了 如果是警方 都会跟我 做好多主作 有那么多检验 他们就会有办法 绑架案 是八类恶性案件之一 长沙市公安局 福隆分局 立刻向长沙市局 以及湖南省公安厅汇报 成立了专案组 借助调查 然而 调查还没有开始 一个反常的情况 就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以往绑架 未成年人案件中 报案人 往往是被绑架人的父母 而这起案件的报案人 却是被绑架人的姑姑 小前的父亲 案发的当时 还在监狱里面复刑 她跟她母亲的关系 也不是特别好 小前也没有跟她母亲 住在一起 她一直是跟她姑姑 住在一起的 所以说 她跟她姑姑的关系 是非常亲的 小前的父亲 是在两年前入狱的 今年上半年 就能刑满释放了 这个时间段 发生绑架案 会不会是 原来她的父亲的 复杂人际关系呢 警方对此 展开了重点侦查 除此之外 专案组进行了 细致分工 就派了两个民警 到这个女孩的学校里面 看看这个女孩 在学校里面的表现怎么样 还有她的 平时的交往情况 第二个呢 派了一组的侦察员 安抚这个家属 情绪 让家属呢 平静地和绑匪 进行打电话联系 第三个呢 因为长沙 这几年 我们失去了 把这个 到处的这个摊头啊 视频经历得比较 很不错了 所以呢 我们就展开了 这个视频侦查 从小倩的家到学校 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 早晨六点半起床后 她会到附近的公交车站 乘坐公交车 到达学校 警方分析 小倩很可能 是在家到公交车站的 路途中被绑架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地图 小倩家 位于长沙市的 老城区 桂花鞋巷附近 这里呢 小巷比较多 早晨七点钟 会有一些早起的人 在巷子里穿梭 警方分析 小倩呢 不太可能在这样 路窄人多的地方 遭遇绑架 而早上 小倩从小巷里出来 要过马路 上立交桥 然后去到她 坐车的公交站 立交桥下 相对于小巷来说 人人欣少 特别是在周末的清晨 很少有人来坐车 所以小倩很有可能 是在立交桥下 被绑架 之后 警方在监控中 找到了小倩的身影 这同时 也印证了 警方的猜客 六点五十六分 小倩出现在立交桥下的监控里 小女孩呢 她当电视 被她说报 穿着下符出来的 一分钟后 小倩出现在立交桥的 另一处监控探头下 这里距离公交车站 只有几十年 四个小女孩 就在这个探头下面 已经消失了 所以我们就准备 以这个点 作为中心点 把它扩散出来 在外面找 时间过得很快 从第一通电话到现在 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 小倩的姑姑 此时坐立难安 虽然有警方在旁边 多少给了她一些勇气 但是她的情绪 依然难以平衡 要把她打她 要把她吓着了 心就好疼的 早上这个时候 去读书 被别人绑架了 想到自己还是 有一点责任 没没去生态 这个小女孩 除了受到伤害以外 还有可能受到 其他的身体上的伤害 各种各人的担心 各种各人的猜测 王威 刑警三中队中队长 这起案件中 她的主要任务 就是安抚家属情绪 并指导 给予嫌疑人沟通 为专案指挥部 提供信息 然而 小倩姑姑 接到第一钟电话后 检业人再也没有打过电话 可能听起来 也有一点点能动 就感觉是 坐在那里 一直一声在抖 在发抖 然后我们打电话过去 这个手机 也是处于关机状态 手动全完全都在 这个防火的手里面 我们没有任何 对这个防火 现在还一无所知 什么情况都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 不能够再这么盲目地 等下去了 所以就编了一条短信 先尝试了跟这个 绑匪沟通 在接连给嫌疑人 发送了几条信息后 嫌疑人终于来电话了 电话里传出了 那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小倩姑姑的心情 有些激动 但是很快 她就冷静了下来 她能够回答的 她就直接回答 不能够回答的 需要我们来提示她的 我们就用笔 在纸上写出来 告诉她 怎么样讲 我就照她的书了 就那个防火 她也很相信我的话 从她作画的这个语气语调 以及她说话的内容 来分析判断 这个人应该是 如果说是两人以上作案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 在里面起一个 策划 组谋的这种感觉 小倩的姑姑和嫌疑人之间的 这次通话 主要谈的 就是那五十万元的赎金 在电话里 小倩的姑姑 将小倩的父亲入狱 母亲不在身边 自己没有工作 家里还在租房这些信息 一五一十的 告诉给了犯罪嫌疑人 希望能够获得对方的同情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嫌疑人同意 将赎金降到二十万元 但现在的问题是 小倩人在哪里 情况怎么样 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一通通电话 让她经历着内心的煎熬 一条条信息 让她临近崩溃边一丸 收到前面 可以咱们就胃口 高中年旧 一线正在过程 周末的长沙繁荣喧闹 人们外出休闲购物 在这个记忆的周末 小倩的家人 却在经历着一次痛苦的煎熬 他们迫切地想知道 关于小倩的信息 在我打钱给你之前 我一定要跟我的子女说话 她就是跟我子女接了电话 接了电话 我去子女就喊了 她说姑姑 我说你还好 她说还好呢 她就把电话又拿过去了 确定了小倩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姑姑的心终于平静了许多 但是她们又开始 面临着新的难题 在对方将卡好 发给小倩姑姑的通知 警方又锁定了这张银行卡 资金如果有变动 将会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但可能 这由于赎金远没有达到对方的要求 嫌疑人并没有取款 而是发来了一条信息 才两万块 够几个人分的 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给我们的意思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她那边绑粉不止一个人 然后她比较多 这条信息除了显示嫌疑人不止一人外 也说明了 地方非常急于拿到这笔钱 而分批次给嫌疑人打钱 不仅仅是因为短时间内 筹集二十万有困难 也是警方的一种策略 每回打钱的时候 我们都和她讲了 你让这个小妹子听下电话 再保证人质的安全下面 再给她打钱 每回这样 因为人质 一个人 她一个习惯 再期待久了 她对人质的伤害 她越来越小 另一方面 在小倩失踪点附近走访的侦察员 传来消息 有人曾经在案发时 见到过一辆可疑车辆 看见一台面包车 停下来以后 和一个女孩发生了一纠纷 后面的这个女孩就被抬上了面包车 这个车是台银色的面包车 但是牌照了 她并没看清楚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警方在监控录像中 发现了这辆面包车 小倩是在6点59分 经过这个设想头的 仅仅一分钟后 有一辆银色面包车 就驶离了案发地点 我们通过电子卡口 发现这个车 6点钟的时候 从我们产生的河西 到了河东 7点钟的时候 这一台面包车 又从河东 往河西开过去了 这辆车 它的车台号码 虽然放了吧 但是它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个是面包车 二一个 这台车的前挡风玻璃 它有三个标签 是成一个三角形 那个贴在上面的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 这辆车 肩后悬挂的车牌 都是伪造的 但是 根据车辆的行驶信息 侦察员发现 在案发前几天 这辆车 曾在市区的一家 小旅店门口停靠过 有个住宿记录 它这个在12月31号 一个叫做赵建强的 就住在这个家庭旅馆里面 是安华人 年龄呢 是90年出生的 赵建强没有正当职业 也没有犯罪前科 但是 他和一些吸毒人员 来往密切 赵建强的信息 被迅速返回给小县的姑姑 看到照片 他非常肯定 这个人自己从来没有见到过 难道说 这起案件是陌生人所为 还是熟人的故凶作案呢 我们当时还不明确 到底这个把悔 是什么人 如果说冒冒然 把这边的一些情况 传出去 很有可能会 对这个小女孩 造成这个伤害 根据视频组反馈的信息 下午两点 这辆面包车 向宁江方向驶去 而过了宁江 就到了易阳境内 警方分析 赵建强很可能会开车 回易阳安华的老家 专案组 立刻向长沙市公安局 以及湖南省公安厅 汇报了情况 申请易阳方面的配合 当时已经确定 那个方向 是在宁江横市 那个方向 我们是 一直一路上 就是赶过去 到宁江横市 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样子 此时 距离小县被绑架 已经过去了七个小时 警方分析 前人选择这条国道行驶 应该是提前计划好的 前段时间里 他们的情绪 应该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很可能会放松警惕 适当休息 主要是一个是找车 找车 第二个呢 就是调林乡路 林乡横市路上的这个视频 看这个车呢 到了林乡以后 又往那边走了 第三个呢 我们就找这些旅社里面 因为怀疑这人 劫持了这个女孩以后 他会要一个落脚点 警方开始 对林乡所有的旅店 以及银行周边 进行重点筛查 但是时间飞范流逝 侦察员却没有任何发现 与此同时 在葫芦分局 小天的姑姑和黄薇 还在与嫌疑人周旋 什么时候钱打完了 你发信息告诉 现在它还是安全 当我感觉到 我不安全的时候 你就可以省点事 下午四点 转案组指示小仙姑姑 让对方的卡里 再次汇入了两万元钱 然而 这四万元钱都汇过去后 嫌疑人却失去了消息 现在有七八个小时了 我想在那里怎么样了 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样 吓唬她的 她心里肯定疼不 两个小时后 小仙姑姑收到了一条信息 这次对方主动说 要让小仙和姑姑通话 为了稳住对方的情绪 警方决定 再往嫌疑人的账户里 汇入四万元钱 但是 这四万元钱汇出后 对方发来的信息 几乎让小仙的姑姑崩溃 我知道警察就在你身边 不要跟我玩这种游戏 你玩不起 也不要挑战我的忍耐性 我不会再打电话给你 整个人梦了 她自责 认为自己不该报警 会害到这个小女孩 各种情绪 负面情绪 全部都来了 我就说我怕她 我报了警以后 对我自己怎么样 我就很怕 因为人在别人手上的话 她真的是 她心里 她真的是 然而 警方分析 这条信息 很可能是对方 虚晃一枪 来探清虚实 如果是她知道 她报了警 她要么就放弃 支持绑架 要么就把人质 伤害人质 是吧 来伤害她 而她在不断地中间要去 这个是有为逻辑 有为常理的 所以当时我就分析 她应该是炸我们的 听了警方的分析 小仙姑姑情绪平静下来 继续与嫌疑人沟通 而此时 在宁乡的警方 已经冰冲两路 一路想赶在她之前 找到她家里面 在她家里面进行布空 回来以后 马上抓捕她 另外一路就在后面 来追她 晚上八点 视频组传来消息 简易车辆已经往 易阳逃疆方向行驶 毕竟从林乡 往易阳走 这些镇上面 取行的点很少 跪运机也比较少 所以我们在 一边就找过去 通过这些找的方法 上面是不是可以 找到这台车 小倩被绑架 已经超过13个小时了 虽然距离嫌疑人 越来越近 但是却始终 跟在对方的后边 所有行动 都是慢人一步 警方决定 便被动寻找 会主动追击 她对于钱的渴望 是很明显的 也是很迫切的 她是不是 想等这个钱 全部到位以后 会去查账 我们绑架的 第一个要素 就是一定要保证 人质的安全 钱 如果是给了绑匪 我们可以抓到绑匪以后 她把钱可以要回来 可以把它取回来 这个东西没有损失 本然而 这是一步险棋 这行员可能就是说 收到钱以后 他可能就要灭口 直接的 就是说对这位 受害人来进行伤害 这是当时最大的担心 打过去又怕有危险 不打过去又怕有危险 那个时候 我心里就很紧张 我说钱打过去的 我朋友的就说 他说打钱挣 整个不打钱好了 我说这人没问题 之后 小倩的姑姑给嫌疑人 发了信息 表示要将赎金 全部打过去 但是要提前跟小倩讲话 对方同意了 我说你好 她说好 我说我钱已经撤击了 我就没把它打过来 我就说 你也听话 我子女就说 她说好 她说姑姑你不要报警 你跟我说 我说你放心了 我不会报警的 我说你在里面肯定比 最二十五块钱 肯定要来过 这次通话 是小倩的姑姑和小倩通话时间最长的一次 小倩的姑姑担心 这次通话之后 她再也听不到侄女的声音了 除了和小倩通话之外 她还和嫌疑人说了很长时间 感谢他们没有伤害小倩 也祈求他们在拿到钱之后 尽快的让小倩回家等等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最后那笔钱打过去之后 警方能否顺藤摸瓜 抓住犯罪嫌疑人 银行网点外 嫌疑人劫持人质 他就说 不准放任 一场生死的较量 一次轻轻度过的营救 在深夜上演 一线继续播出 刀锋营救 从宁乡出发前往易阳 最先经过的是 桃江县的灰山港镇 这也是警方的第一个搜索点 安排两组人开两台车 就在镇上面 一组人就找车 另外一组人 就在银行这些 有归宁机的这些储蓄点上面去找 很快 侦察员发现一辆可疑的面包车 经在一处银行网解放 看到一个人正在取钱 这个男的戴着帽子 戴着一个口罩 肯定是有问题 还没有在完全部署 做好准备工作的情况下 他已经准备出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他往车辆走 只能站在那时时抓捕 在这个人身上 警方搜出了一把匕首 四万元钱 以及一把车钥匙 这名嫌疑人只交代 自己名叫谭富 是湖北人 但是涉及案件的信息 他一概闭口不谈 警方决定 靠近面包车 一探究竟 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面包车上面 贴的那个标志 很接近 我们在录像里面看到的这个行业的车辆 面包车接着身子铺里膜 从外向里看不出任何情况 车门我一拉就拉开了 他就说不准考虑 拿了一把刀 比喻在女孩子的脖子上面 就说 你们退后 把门关掉 自然只是短暂的看了车门人员一眼 离痕确定 这个迟早的嫌疑人 就是他们要找的赵建强 退到门口以后 这个赵建强 马上就把这个车门把它锁掉 我们就只能跟着玻璃 和着它对话 那个时候就开始围观的人躲起来了 躲起来了 当时因为没有警力 杨局长就把这个事情 给审庭 给市局汇报 要求审庭协调 要一阳的当地的防暴 巡特警赶来支援 在湖南省公安厅的指护下 一阳陶江建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紧急集合 将飞山港进发 巡特警旁边 我们去等了将近40个人 整个群职 登用了将近80名警力 现场在飞山港的老师阵线 而且外观的群职 也尽情了 所以我还要发生意外 我们也尽可能 读找这些经历 看不清楚 在现场 福隆警方经过短暂分工后 开始了谈判工作 我和陈俊杰两个人负责抓捕 李大队和李刚安两个人 他们的枪法什么的 都心理素质这些方面都好一些 所以就让他们拿枪 我们最理想的结局 就是不开枪 不上一刀 把人质安全的解救 把嫌疑人抓捕 此时 在车上的赵建强 开始吵着 跟警方提调节 从这三条要求可以看出 赵建强是想继续驾车逃跑 李并没有开始 就急于否定答复 而是不断的找理由 来突延时间 让赵建强的情绪 逐渐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 其他侦察员开始寻找突破方向 给他们准备这个 喝的 吃的 然后甚至腌 给他送进去 也是诱导他开窗嘛 他把窗户打开一点点 空气或者打下一半 就是说让你抓捕他 肯定是没有机会的 我们说交换人士 李爱吸食了我们 也可以 但是这个张建强 他其实是一个女的 他觉得比较安全 在之后的一个多小时里 警方尝试了多种办法 但是都不能奏效 此时一个小细节 引起了李毅的注意 当前不是拿着刀 未必他 逼着他的脖子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 把他的手去摸了下刀 捶下刀 好像他的意思就是 他的前意识就是 你这个刀 逼着我的脖子太紧了 你拉开一点 我就感觉这个女的 还是比较有镇静 小倩的这个举动 让人感觉 他和嫌疑人之间的关系 似乎有些微妙 至少说明赵建强 但是没有打算对他动武 然而赵建强 对警方的态度 却一直非常暴躁 他说 这个几年会出不来 十年会出不来 他就这样讲的 我当时这样对他讲的 这个人 你并没伤害他 因为这种严重后果 你主动的放弃 警察院法院 会重新来处理你 但是赵建强 他根本就不配合 在此期间 警方还找来了 疾惯安化的赵建强的老乡 想让赵建强 听到相应后 有所感化 然而 这一切谈判都没有奏效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周边的群众越积越多 几十名特警包围 是无形中 给赵建强 形成了巨大的震慑力量 他的情绪 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 凝结点了 他是从车上 拿着里面 合身的那个矿泉水瓶子 你拿着这些小东西 就是我们是不是 贴着玻璃在看它吗 他就朝玻璃扔过来 由于赵建强 一直在车里 不管从空间 还是实际上 解救人质 都受到了很大限制 直到赵建强 将驾车逃跑 你一开始 逐渐引导赵建强 走向面包车 广称 让他换乘另一辆车离开 这个方法 果然奏效了 我们在现场 或者谈判的民警 就形成了第一道包围圈 防止这个 患战性人 伤害这个女学生 当时我们的 巡递警 和派局时的民警 就在外围 形成了第二道包围圈 防止这个 患战性人 逃遇人群症 伤害 我们再常的 人民群症 包围圈不断缩小 负责抓捕的毛志平 与另外一名民警 戴上了防护手套 随时准备多刀 而在赵建强面前的李毅 也准备好了枪支 当时我站的位置 是在她的背部 看着她把注意力 往前面击中的时候 我就迅速想靠动她 第一次 没有成功 因为她可能发现了 那一下 我看到她更加激动 手好像就好 往脖子上面紧了一下 我马上往后面退 因为我想到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抓住手绑 二个肯定就是要 把刀子抓住 刚好就抓到手绑 就一把把手绑往外面一撇 其他的民警 他们就也跟着冲上去了 在与警方对峙的三个小时后 小倩得救了 经过审讯 警方得知 赵建强和谭副 与小倩一家并不相识 绑架小倩 也只是临时寻找到的 作案目标 他们的密谋 是想去找一个可豪彩的富婆 但是没看到富婆 他把车开到这个城区 他想 能够住在这个高楼大厦的人 都家里面有钱 这个小孩子 我绑了他以后 拿过一栋房子 将近一两百万 把它绑了以后 家里面拿个五双块钱 应该是没问题 确定了绑架对象 谭副购买了几副 假车牌 绳索 以及口罩 在市区转了几天后 发现清晨的立交桥下 最容易得手 而这一天 他们正好遇到了 上学路上的小倩 在两个人的合力下 小倩被拉上了车 戴上了手铐 并且被衣服蒙住了头 单纯的小倩 以为对方要钱 就不会伤害自己 所以一路上 她都表现得非常顺从 但是她也并没有坐以待毙 我就偷偷地看了那个车牌 然后就想 现在还记得 还是95M73 不敢记得纸上吗 就把她存在 那个我手机的操口箱里面 就在警方在宁江 搜索嫌疑车辆时 小倩被带到了一处荒地 在那里 他们待了四个多小时 在此期间 小倩也想到了逃跑 当时还有一个老爷爷 和两个小孩子在那里 我当时还是想着 要不要向他们求救 后来我就分析了一下 我觉得如果向他们求救的话 第一他们三个人 不管是谁啊 两三个人 连在一起 又把握成两个绑匪 第二我还可能会因为 这件事情他们会对我 更加严厉地看守 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 那种逃出去的可能 我就不会逃跑 就嫌疑跟他们搞关系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谭富因盗窃罪被判过刑 2008年刑满释放 2013年谭富来到了长沙 认识了因为赌博吸毒 欠下巨债的赵建强 两个人筹划着 要做一笔大买卖 过个好年 他们两个人交代说 等钱到手之后 他们就打算放小倩回去 但是根据以往绑架案的经验 这样的话并不可信 小倩的单纯和冷静 是这起绑架案件 得以成功处置的 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这起事件呢 也在小倩的心里 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 有时候正对面走过来人 小倩会感到害怕 上放学 他也要家人接送 我们现在希望 这件事情对他产生的负面影响 能够早一点的消除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